这球太有输了 放松 发力 这样 我们先学反手下选 学完反手下选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正手打法为主的咱们扣拨一 以反手拧拉调打起来的 站中间打的扣拨二 我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比例 都是一 一是以正手为主的 正手为主的 没错 二也挺多 没错 二就是反手上手 以反手抢拉为主的 一半一半 这样我就根据咱们这两种打法 来去讲反手下选 什么时候拉 什么时候该怎么用 太关键了 先说拿板 直播间有多少人抠着手腕去拿板 就是这样拿板的 咱们扣拨一 有多少这样拿板的 反手拉 下去 有多少人这么拿板的 咱们扣拨一 如果不是这么拿板的 咱们扣拨六 这谁上的 还没讲呢 好 六 很多不是这么拿板的 大部分人还是知道反手怎么拿板 但是我也给大家说一说 OK 直拍一会给大家讲 别着急 OK 直拍一定会讲的 对 直拍也会给大家讲 我现在给大家说我们拿横盘的时候我们的手指是看来我们的大拇指侧方贴在上面就可以 我们的侧方贴在上面形成一个搭在胶皮上和我们球盘上的一个衔接处 这个明白了吗 一定要搭在球盘上 这个记住不是摁 不是摁 不是摁 不是往这摁 也不是往胶皮上摁 是搭在球盘上 这个是有什么作用 你们如果把大拇指摁上去的话 你手腕筋爆不爆出来 我就问 这个手腕能不能用上 对不对 这个是一定用不上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搭在球盘上 我们最后发力的时候 手腕是可以用上的 而且鞭打的感觉是能有一个弹性 而且是有回有出 你如果摁上没有回也没有出 是固定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首先我们拿板 大拇指后边指头正常放 不要竖着 就横着放就行 然后大拇指就贴在球盘上 这是我们的第一点 大家关心的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的身体重心在哪里 我们的站位 记住这一点 我们的站位特别特别的重要 反手下旋 因为为什么我说站位重要 因为反手下旋 它只能在身体的小范围里边出手 记住 看 这个轮廓里边出手 你如果手在外边出手 手在这边出手 是没有数的 大家去体会 如果正手 你在身体中间出手 是不可以的 但是正手的范围要大的很多 所以正手的调节要比往往反手要强 所以我们这个站位是很重要的 主腿 副腿 我今天先不讲这个 哪个是主 哪个是副 我就告诉你 我就简单告诉大家 怎么用上力 怎么发出力 就结束了 好吧 第一点 我们现在讲了拿板 第二点 我们讲站位 站位 在我们初学的情况下 第一步就是我们两腿略微分开 然后与肩同宽 但是比肩要宽两个手 手拳头的距离就行 大家能明白吗 两个拳头的距离 然后膝盖微下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我们转腰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很多业余球是从中间往外掏 很多人这么去拉 很多人这么去拉 很多人从中间掏 第一 全是手 第二 使不上劲 正手拉球都是靠重心带 大家都知道腿 腰 胯 前臂 手腕 我们反手是一个道理 你们想办法 反手也要有一个重心 重心在哪 我们左脚 左脚和右脚 左脚是取决于什么 左脚 记住这个句话 左脚是后边往后调整的方位 大家记住吗 这个方位是靠左脚 比如球长了 球高了 我们是靠左脚去调节 球短了 哪个角调节 球短了 一定是用右脚去调节 一定不是左脚去调节 我现在讲的是反手下圈拉 对 反手下圈 对 你看大家都明白 长了 让左腿 短了 上右腿 这个是很关键 很关键的一点 如果大家能理解这个的话 咱们 咱也不用扣什么了 就你们自己记住就行 如果你们能理解 让腿 一定要是让左腿 上腿一定要上右腿 这个反手下圈 然后接下来讲什么 我们的发力顺序和发力的技巧 发力的顺序是什么 由左腿压到右腿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你们去听就行 你们先去听 去做 第一 我为什么要出现这个 用左腿压到右腿 不要误解 不是从左压到右 是由 你看 我给大家说过这个 就是我们反手练下圈的时候 我们左脚要往后退半步 右腿的左后方 往左腿的左后方 往右腿的右前方去发力 这个重心交换很明显就出来了 这个很明显 很明显就出来了 就是我用 我如果站平 一定是从左刮到右 我为什么让你们先斜着站一点 先斜着站 就是让你们充分的体会 我左腿压着以后往右前方去顶的这个感觉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从左腿压压压 然后往右前方去顶 很多人 为什么我之前讲过 为什么老是从中间去引盘呢 因为你们一上来就站得很平很中 然后你只能从这个方向走 你们又不会转跨 你们转跨的话 你就会觉得会卡着 对不上点 要不被顶住 所以我们直接过了这个 不用从中间 左前 左后方走 左后方 大腿的 左上边 看上边 左上边 然后有一点 有一点什么 压着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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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往前去顶 我这样 我给大家拉两个 你们就能体会一下 你们看一下 富哥 你给我发两个 好 就是我从这个角度给你们拉 我就给你们拉两个 你们一下就能看明白了 你们拉球的时候 一定要首先把这个从中间去走 或者从你腰的眼去走的这个方位去取掉 因为这是拉球不是丝球 我们一定要去拉 拉是什么 要用上身体腿和前臂手腕手指 你们去看一眼就行 你发一个就行 我先说你们有多少人这么去拉的 全是从中间 你们就从后边看就行 我发这去 发中间 对 发中间 对 你们很多人是从这引牌 你出手的时候一定是直的 对不对 出手一定是直的 你出手就直到以后 你发力只能靠手腕去这么扁 去翻 假如我如果要是我斜着站一点 一点点 咱们刚去学的时候 你斜着站一点点 你去体会 从右腿的胯部和右腿大腿根这一块去引牌 你看你试一下 就是我放这你看 它是不是有一个重型转换 你看我一转 这是不是就出来了 而且我是腿憋着的感觉 你看 对吧 对 用上压了 等 你看 这就出来了 等 你看我身体是往前压的 不是往侧走的 它是这种走的 我从正面再给大家 对 对 我从正面就给大家 稍微你们两种动作 你们去看 背后的你们看完了 前边的你们再去 简单的看一眼 看下 中间的球 就是说就这么球 我们从中间引板了 发力一定是这么去发力 你看 它一定是去到最后末端发力 你这的力量 就是触碰球的第一阶段 你发不上力 这个是力量最大的地儿 你发不上力 那就完了 一定是 一定是什么 你有一个小小的斜的角度 你这块第一发力点 你才能扩张开 对不对 我们再拉一个 你试一下 我测试这样的 你看 大家这很明显 力量不一样 对吧 你看 斜一点 对不对 看着很清楚 就是我能使上惯性 那个使不上惯性 看着很轻松 有没有这种感觉 大家能看出来 你们一直想学反手拉 反手拉 下旋 这个站位是很关键 很关键的 对 有没有这种感觉 兄弟姐妹吧 就是你们现在最起码第一点 我们站位 你们理解没理解 站位理解的 咱们真的是可以扣布理解 大家可以在公平上打出来 对 大家可以在公平上打出来 对吧 因为我给大家说过 反手下旋拉 重要的就真的是一个站位 你看 还有人在问 重心是从左至右吗 不是 是左后方到右前方的一个斜角度 我一会再讲手上的感觉 因为手上的感觉特别多 大家反手的感觉 最重要的 第一排第一的是身体的运用 身体的运用 由我左后方 左后方去引板 然后偏压在这个感觉 然后不用蹬 但是靠腰的转换去往前顶 重心讲得很好 必须的 我给大家说过 我们反手拉球 第一个重心站位 是排第一的 第二个才是手上 你去怎么发力 刚才为什么我们都没讲急修点 咱留在这个直播间 一会我全部会给大家讲 对 左后方到右前方的一个发力方向 怎么能及时转正手位 你看 这个直播间一定是会有间接比较深的 我们是不是刚开始讲 就是站平了 如果我们判断好是反手长的 左脚往后让半步再去拉 那不是一个道理吗 那如果是正手 我正手让半步再去拉 那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我们脚是活的 人是活的 球它是死的 它落台以后 你是要调解的 对吧 我说的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说我们的发力方向和重心的使用方向 你们一定要记清楚 如果把这个记清楚了 你们反手下旋会很自如的 因为包括我们成人班 还有我们就线下跟我来训练的人 他们真的是在线下指导完以后 他们就是原来是这样的 发力方向对了 你的重心用力对了 你才能会体会到真正是拉球的感觉 很多人是什么 很多人是反手撕这个球 把它加大板了 去反手下旋拉 这种拉它是拉不起来的 只能靠手腕最后末端的力量去发力 这个大家能明白吧 然后第二点 我们现在就讲基球点 这个基球点是特别特别关键 刚才我在讲腿的时候 大家应该听到了 我可能是一带而过了 我可以把发力点分为三段 初段 中段和末段 这个段 在这三个大家都能明白 初段 中段和末段 我问一下大家 你们觉得这三个段 哪个发力点是最有劲的 合力点最舒服的 对 大家可以打在公平上 一二三 只有打这三个就一二三 就这三个段 就是说第二段 二 中 完了 看来我这个反手下旋 真的是没讲你们全完了 全是二和三 就俩一 三一 四个一 五个一 六个一 七个一 对 后边越来越多了 是你们补出来的 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一定是我在出球阶段的这个段 那我再问你们 我们正手拉球 一 二 三 哪个段发力最大 正手 一 二 三 这三个段 哪个发力最大 对啊 你看正手 为什么大家都明白呢 对啊 正手大家都明白 为什么呢 反手和正手的道理是一样的 记住 能使上身体的劲儿一定是靠第一阶段 为什么 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示范 如果我平着站 我把腰引开了 我这个没问题 第一阶段我当在这就出手了 第二阶段是在这 第三阶段是在这 我这样的力量一定是靠身体带的力量当顶出去的 这个是初始的一个力量 一定一定是最大的 我说的是 我个人建议 不接受反驳 但是 就给大家说 我认为这个中段 大家认为中段是法力大的 是不是 中段没有问题 但是中段是已经开始加摩擦了 就是我在这是顶球 在中段我加摩擦是这种顺序 虽然不可能在板上停留时间这么长 但是我告诉大家的是一种感觉 先顶再摩 一定不是在这就开始摩 在这去顶 那是不可能的 这样太好 对不对 所以我给大家就讲了 我们一定要把第一段的力量给打出来 就是我们第一段的这个边打的力量 你看 就是我告诉你们 直播间肯定有很多很多发不出力的反手 有多少 我就不让你们抠了 自己有点知道就行 你们不会去发这个力的时候 我们先去练什么 边打 在这边打 不要在这边打 这一点用没有 在这去边打 这种感觉 来来 你发两个 反手下去 就说发力是最难的 这个顺序真的是很难 很难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反手就是发力 你随便发下去 没事 千万不是在这边打 这是第三段 这第二段在这边打 是没有摩擦了 你在这摩擦吗 不可能 一定是第一段 是靠这个力量 你看 是靠这个力量去编打 然后中段 就是感觉是加摩擦 你看 我们先等 你看 这个感觉 合上力去积 那这个力量 是这种感觉 看到没 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拉到顺着 大 是从这里出手 夹的旋转 就力已经出去了 对 实际上中段的时候 已经要 实际上就是 机球就一个瞬间 它就出去了 它不可能是停留 很长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儿 就要提前做撞击 和摩擦的一体动作 它中段已经出去了 这个球 我再给大家拉点 你们去慢慢体会 这个感觉 你看到这儿 是这种感觉 你看 你看 对不对 等 是不是 如果加大板的话 都能够加大板 也是出力 也是出的初级阶段 是这个阶段 对不对 就拉不上 来说他丢两个 连上几个 连上五个 连上五个 好 好不好 如果没上呢 没上我不讲了 没上换我 没上他不讲换我 大家看一下 他要没上就换我了 没上我不讲了 好不好 没上没自个讲 连上五个 好吧 不是 突如其来的比试 好突然 对 我刚才沉浸在教学当中 突然突如其来的比试 真功夫 大家看一下 把真功夫打到公平了 对 干他 我肯定上 就反手他有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故意 节目下午 随便上 对 我肯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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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